今天的话题没什么深度 源自于前两天的一个饭局 我朋友一个小公司 国庆之后 员工小小的变动了一下 走了两三个人 又新招了一个 按照他的说法 现在的生意不好 降点成本 而且新招的小伙子能力还不错 一个能顶前面两三个 工资虽然高点 但是性价比更高 前几年这样的工资 你想找个这样的人还挺困难 这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情况 生意不管什么生意都不好做 我前天是路过去蹭了个饭 边吃边聊 从买房到创业 从现在的经济情况 一直到未来的发展 交流了很多 今天的节目是 对那天聊天的一个提炼和总结 应该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但是也是仅限于参考 不可就此做任何的投资依据 我们就说一说 从普通人的角度 如何去认识财富 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 如何去看待未来的发展 先说新招的小伙子 入职之后就找了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寓 搬了过来 从他的手机里看了看 他租的公寓 我很感慨 现在郑州的租房市场是真的冷 公寓的装修和位置 放三年前最少也得17008一个月 现在1200租过来了 小伙子还有买房的想法 加上国庆期间郑州的楼市成交还不错 我们就先聊了房子 我的观点是从横向比较 郑州的房价真的是算不上离谱 国庆期间西四环南三环都爆出了万元以下的价格 而且还是精装修交付还送个车位 你别看西三环南四环听着挺远 但是你开车到市中心也就20多分钟 不堵车堵车不能算 那就没点了 你乘坐公共交通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周边的配套也还行 反正对得起这个件 当然了前提是不能烂尾 市区里边有一些不错的二手房 位置物业都还不错的房子 也很少能够超过2万的 当然了 东区还有学区房是要除外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房价肯定是高 这一限价能一下掏出100多万的人并不多 但是总体上来说 特别是和其他千万人口的城市相比 郑州的房价还是相对较低的 泡沫也没有那么大 小伙子听的是两眼放光 说照你这么一说 我得抓紧考虑买房了 这老租房也不是个事 我说你先别急 房价高不高和你应不应该买房 这是两回事 不要一听说房价打折了 就要买房或者卖房 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又为什么 这就引入正题了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财富 其实财富你可以看作是现在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发展 你看待财富的眼光不一样的话 你对未来的规划也肯定和别人不一样 财富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人都看不全的 这个很正常 也正是因为看不全 很多朋友都走了一些弯路 比如说过度的透支信用卡 而负债累累等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换一个更全的角度 去认识一下财富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和40年前是完全两样的 以前我们有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现在大部分人还要加上负债的一个概念 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 应该是资产的增长要大于债务的增长 你欠多少钱 这个不重要 你只要保持资产减去债务能够大于零就行 小伙子 你现在租房是吧 我们就用租房来举例子 你听说过弹壳爆雷吗 小伙子说知道 弹壳这些常租公寓 以前的商业模式还是健康的 2000块钱从房东手里租房 然后3000块钱转租给房客 3000是资产 2000是负债 资产大于负债 这个没问题 但是后来就变味了 后来弹壳以3000块钱 从房东的手里租房 2000块钱转给租客 一导手还赔了1000 这怎么维持的下去呢 只能打时间差 从租客手里一收 收一年的房租 给房东是一个月一节 收一年的房租是24000 给房东3000 手里还有21000 但是这样你也掩盖不了 债务大于资产的事实 事实上你是欠了租客12个月的房子 这是你的负债 你的资产只能换来8个月的房子 就是债务大于资产 那怎么办呢 拿着这剩下的21000 我再去找房东租房子 转租给更多的房客 用更大的债务来拖慢资不抵债的过程 名义上好像是我抢占市场 实际上就是圈钱的 我朋友接着说 那P2P不也是这样吗 我说对 不仅是P2P 共享单车 甚至部分的培训机构也是这样做的 资不抵债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说硬要持续 那就成了庞氏骗局了 放到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 以前有人问过我创业的问题 我也做节目说过 创业需谨慎 我不赞成 也不反对 但是你借钱创业 我是不认同的 最好是在资产大于负债的情况下创业 比如说有人愿意投资你 你出技术 他出钱的那种就挺好 别人投资 那是你的资产 不是负债 如果说实在不想错过机会 必须我得去借个钱创业 最少也要满足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两年的正常收入 能够超过创业所负担的债务 也就是说一旦你赔的毛都不剩 最多两年的时间 你也就翻身了 这是一个底线 刚才说的 有些人过度投资信用卡 搞得负债累累 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 你健康的财富状况 最好是资产的增长 要大于负债的增长 咱们再说回小伙子想买房子 我说我们来算算 房子值100万 你这些年攒了30万 交了首付买了房子 其实你的资产还是30万 多了70万房子的资产 同时你也背了70万的债 债务的增长是固定的 它就是多了个利息 资产的增长分成两块 一部分是房子的增值 这个五年内你也不用考虑了 五年内房子不好卖 再说现在这个形势 涨不涨还俩说着 另外就是你的正常收入了 我们先算短期账 五年 五年内你的债务是25万 你的收入除了生活 还能剩下25万吗 就目前的经济环境 保守的估算一下 能承担你就买 五年后不用考虑 大概率会好很多 关键是前五年比较难 小伙子陷入了沉思 也确实一般的打工的在郑州 一个月能挣六七千的 并不多 如果说咱们的话题就这么结束了 这期节目其实是没必要做 这不是水视频吗 对吧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一下 我是把话题给插了一下 我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要卖房呢 那小伙子又说了 不买房你上哪去找币项啊 对吧 天天租房最后就不还得买房吗 我说这是个普遍的原因 咱们再往深处想想 最后小伙子说呀 我在郑州啊 几年了 不买房 我肯定是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的 我以前的公司啊 有的同事有房 有的没房 那明显就是两个阵营啊 今天我和你们在一块吃饭 我知道是我刚来啊 有点接风的意思 但是只要我没房的 我就没法和你们融到一块 我们明显就不是一个层级的 我说了 对啊 你这算是说到根子上了 触及到灵魂了 房的这个东西呢 背负了太多不应该有的因素 这个是社会的错啊 强加到个人的身上 太多呀 不应该有的因素啊 我们可以统一用焦虑来称呼的 焦虑这个东西呢 是个人都摆脱不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焦虑 每个阶层啊 都有每个阶层的焦虑 虽然说人生来平等 但是事实上啊 人在社会上还是摆脱不了 你分属于哪个阶层的 精英阶层呢 有精英阶层的焦虑 它不比我们小 但是他们的焦虑不是房子呀 是其他的 你比如说啊 政治前途啊 或者是公司上市啊 我们大多数的中产和普通的民众 也是有焦虑的 实际上我们是把焦虑 误化到房子这个载体上了 表面上是房价的涨跌呀 其实啊 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和不安 说到这儿呢 几个人就不吃了啊 就看着我 我又指着我朋友说 你看看你老板 有房有车 有公司 他的焦虑呢 肯定不是房子啊 你知道他的焦虑是什么吗 第一 他怕掉下去 现在生意不好做 有奢入见难啊 第二呢 他还想再往上爬一爬 现在你看你老板啊 怎么着也是一个中产 但是你要知道中产和中产是不一样的 你老板这样的中产呢 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唯一有再往上爬一层 未来才有保障 位于中产阶级高层的那一部分啊 他们和精英阶层都有着 是可以发生联系的 比如说资深的律师啊 大公司的总监之类的 再往上一步 他们就能混入精英阶层 万一说掉下来了 他们有人脉 有资源 再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你们老板这样的 这样的中产呢 和精英阶层是够不着的 搭不上话 掉下去就不好爬了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认为吧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现状啊 评估一下自己的财富值 乃至于规划我们的未来 还应该加上焦率这个变量 而且呢这个变量啊 是分母 就刚才我说的啊 资产大于负债 这是分子 分子是越大越好 焦率是分母 越小越好 你现在的焦率是房子 你老板的焦率一大堆 虽然它的分子比你大 但是它的分母也大呀 一除下来 其实你和你老板的财富值 差不了多少 现状啊 它并不见得比你强多少 几个人一听 哈哈大笑 虽然呢 这是玩笑话啊 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现阶段呢 房地产捆绑了太多的资源 成为了普通人共同的焦虑 这个分母啊 太大 使我们很多人呢 对自己的现状和财富 产生了迷茫 也是由于房地产捆绑了 太多的社会资源 事实上 它造成并且加速了阶层的分化 但是呢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啊 即使说没有房地产 就没有别的东西去捆绑资源了吗 不可能的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必然会造成分化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呢 都不可避免的被划分到某个阶层 所以说我认为啊 把自己所处阶层的焦虑 把它剥离出来 正确的认知 改变 适应它 让它呢 尽量的去变小 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有些人可能说了啊 你这个理论好像跟躺平很像啊 确实 您如果从躺平的角度来看啊 还真是没毛病 躺平之后呢 焦虑很小 即使说它的分子再小 它的生活质量 好像还比很多人强一点啊 但是我个人是不赞成躺平的 焦虑变小 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待它 扔掉一部分呢 当然可以 也很有必要 但是不能说全部视而不见啊 换个方法 就好像一个一百斤重的物体 你用嘴咬着 那肯定是不行 承受不了 你抱着它也不行 这个负担还是重 但是你想办法背着它 那压力就小得多了 你只能是去 用最有力的办法去适应它 让这个分母啊 变小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改变我们的现状 在每一个特定的阶层 压力更小的去做该做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而不是躺平啊 其实呢 我也是不建议小伙子 在这个阶段买房的 虽然现阶段房价有所回落 但是减轻不了它的焦虑啊 反而还增加了 对它的发展呢 是有阻碍的 但是这个话不能说 得由人自己拿主意 不过有些话是能说的啊 比如老话讲的 人无百岁命 长怀千岁忧 没必要的焦虑呢 只能无端的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和未来发展的潜力 建议呢 把它们扔掉 话题呢 也只能是这么总结啊 例子不太好举 也容易犯忌讳 这一年以来吧 各项的举措啊 都是冲着降低普通人的焦虑出发的 实质是要降低 甚至打破既得利益者的资源捆绑能力 你想短期里能看到多大的效果呀 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着急也没用 心怀梦想是必须的 但多一份清醒 在哪个山上唱哪个歌 慢慢来吧 这就是我对普通人财富的认知啊 财富呢 等于分子除以分母 分子是不管短期中期和长期啊 保持资产的增长要大于负债的增长 越大越好 分母是捋清楚你 包括你现在的阶层所出的焦虑 越小越好 前几天吧 我提过说是想建一个粉丝圈啊 有人说了别收费 其实呢 没必要这么想啊 收费的那个叫砖栏 跟圈子是两回事 本来呢就没有考虑要收费 但是呢 我去着手去建立圈子的时候啊 发现圈子和粉丝团的功能啊 已经被头条给停了 我也是后知后觉 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功能 一直也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被停了 我还在想办法啊 也在和平台沟通 能建还是得建啊 谁不想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呢 我正在想解决的办法啊 给点时间啊 感谢朋友们观看今天的闲聊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